準備好了 好,那我今天想要提案的主題叫做 政筆網站一定要顯示標案資訊跟城包廠商名稱 那為什麼會想做這件事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前幾天的新聞 就有個配點拍片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做支付平台竟然沒有HTBS 讓你的帳號密碼在網上裸分 然後,我覺得更誇張的是 去找到他的標案資料之後 他是一家叫做藍芯科技國分的片公司城包的 那有聽過藍芯的也可以舉個手嗎? 對,他是台灣的三大做支付公司 所以竟然做支付的自己的公司 竟然連這種低等的愚蠢錯誤都會犯 所以我覺得 難道不應該讓大家知道一下 到底粗暴的公司是哪一家嗎? 所以我有一個提案是 我到了Join給Join提到 我就是公共政策網路產平台 我做一個提案 那我提案內容 好,我直接握上一遍 政府的網站 絕大部分都是透過標案城包給民間媒體公司製作 但是常常廠商的能力不足 造成網站安全性問題一堆 或是速度緩慢 或是動線不流暢 造成民眾對於政府網站總是有落伍的刻板印象 如果能夠要求以後政府網站 都可以統一在下方顯示 像是 本網站是透過XXX標案 經由圈圈公司城包資訊 可以讓城包公司對這網站更有責任感 不再只是質疑達到標案需求就好的交差應付的心態 所以這樣的好處會包排 由於網站會顯示自己的公司名稱 因此在製作這網站的時候會更加有責任心 會做得更好 而不是達標交差的有事 如果網站做得好 大家可以知道是誰做的 然後讓有網站需求的公司可以跟這家公司聯絡 好的公司就有更多業務更多錢 讓壞的公司被淘汰 讓整個軟體產業可以進入到好的循環 然後可以連結到標案 讓民眾更容易知道這個網站製作的脈絡 以及最初網站成立的目的 更容易就是能夠做好品質的監督 所以我這個提案提出來之後 一天目前複議人數到590人 490人所以差不多到10% 但這樣算好啊 不算好 因為第二天就剩下100多人了 那目前目標是要在60天 這個提案要到5000人 所以為了要能夠達標 今天我需要的幫助是 我們可能就是如果願意幫忙的朋友 就一起來思考說 我們看怎麼能辦法去推廣這件事情 讓更多人願意來參與複議 並且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宣傳圖片 還怎麼宣傳 例如說像除了這個配點台北以外 還有上一次的那個 那個叫勒索軟體 就是那個報稅系統 那個也是一個被大家抓出來的 所以第一件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達到這個連署完後 然後之後的政府網站都可以在網站下面 顯示這樣的資訊 並且這個網址可以直接連到政府成功 就是這個標案開的需求長什麼樣子 到底是廠商做得爛還是本來需求就是開得很爛 那麼如果這階段達成了 希望下一個目標就是 連標案的資料都要完全公開 因為其實現在你要得到標案資料 你要花20塊錢去買一筆 而且買了之後你還不能分享 因為它上面有規定說 你如果分享的話 好像會失去什麼有的資格之類的 所以認同請分享 請大家幫我好好分享一下這個提案 讓這個提案好好過吧 謝謝 好 維廷來囉